自从过完年之后 郭麒麟发福越发向父亲郭德纲的议论此起彼伏 特别是郭麒麟新综艺的路透一曝光 郭麒麟吃胖了的话题也直接登上的热搜榜第一 在最新一期的综艺中 郭麒麟也透露了发福的原因 原来是半夜起来 看到弟弟的夜宵忍不住全给吃了 每天都吃什么呀 西红炒一段盖饭 本来我是不吃的 每天两点半到三点要给我弟弟做一顿夜宵 我一看 哎呀 香气扑鼻 扑不扑 帮弟那盘都炫了 帮弟怎么办 又煎了一盘 不得不说老郭家菜真的养人 就连月云鹏在师傅家待几天都胖得发福了 年前还是一个精神的帅小伙 回家过个年就变成了油腻男 特别是路透中郭麒麟穿着臃肿的外套 让人更加觉得 过年回家郭麒麟肯定偷吃了不少好东西 郭麒麟也表示吃家中的饭菜 是无法形容的那种美味 就我平时在外边 你咱也不会点精神炒菜 而且点完之后也不是家里做的那味 一回到家吃了家里做的这个 忙米饭上这么一盖 一定是不会浪费 一礼拜不得找二十几 看到这一幕 谁还敢说郭麒麟和家中不和 不但有了毛巾和牙刷 如今还能吃上宵夜了 郭麒麟跟朋友们一起分享在家中的点滴 也透露出了一家人的和谐温馨 看到郭麒麟偷吃弟弟郭焚羊的夜宵 也让不少网友回想起 老郭提起郭焚羊为了等哥哥回家凌晨不肯入睡 而看到剃头后的郭麒麟却没有认出来的情形 不得不说兄弟二人的感情是真的好 不知道在家发福的郭麒麟 如今再便瘦了回家 郭焚羊还能不能认得出来 自从过完年之后 郭麒麟的热搜不断 无论是胖了 还是上一期综艺中唱的生活 就是这么怪 一圈东北人 听一个天津人唱这首歌 让人不由地感到好笑 怪不得都说 德云社的演员都是刘老根的交换声 就连少班主都变成了交换声 也有不少网友调侃 郭麒麟唱歌也是一股帮滋味 真是儿子随了父亲 今年的郭麒麟格外的忙碌 不但有常驻的综艺 今年的少班主也重新回到了相声舞台 老郭也在直播时透露 在澳洲巡演的时候会带着月云鹏郭麒麒麟 今年老郭是不怕想儿子了 德云斗孝社相声专场都会郭麒麟的身影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